中国这些圣人 教国门人也很简单 几千年来不变了 这个总的纲领几个项目 无能 无常 四为 八得 中国千万年传下来 不就这项东西吗 儒家的四书五经十三经 乃至于发展到四窟全数 里面说的什么东西 还不就是这一点 绝对没有离开这四个项目 这四个项目就是 无能 无常 四为 八得 我们再把它归纳 设在家呢 就十二个字 孝提忠信 礼义廉耻 仁爱和平 就这十二个字 四个颗目 你细细看的时候 四个颗目 归纳起来就十二个字 中国几千年的教学 世世代代祖宗的沉船 都是这个 从来没有改变过 只是满清王国之后 民国成立了 把它疏火了 民国也没有改变它 不像从前帝王时代 那么样的重视 那么样的认真 他的认真 重视 造成了社会 降火 化解了 许许多多的灾难 这些云里 我们现在明白了 真的 佛经上所讲的 一点没错 相有心深 敬随心转 我们的心态好 念念没有离开 这十二个字 其心动力 言语造作 多能够不违背 小提忠信 离义廉耻 仁爱和平 你不违背它 这十二个字 跟佛经典上所说的 跟世界上 许许多多宗教家的 这一些典籍 你去看 完全相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